好 这个美中外交高层对话落幕 昨天的戏剧化冲突气氛今天没有出现 那么会后呢 美国跟大陆官方是各自发表声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还有大陆外长王毅在离开会场的时候 美国记者就问会不会后悔到阿拉斯加 那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应 那么国务卿布林肯跟国安顾问苏利文则是发表简短声明 那么布林肯是说来之前就知道在新疆 香港 西藏 还有台湾议题上美中意见不同 当然他也不意外 当美国直接清楚表达这些议题的看法的时候 中方反应激烈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会议呢 双方除了沟通各自的想法之外 当然也要寻求有共识的地方 那么布林肯的说法是在利益相符合的领域 包括伊朗 北韩 阿富汗还有气候变迁 那么由于目前呢 美国的这个政策检视 中国政策检视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在经贸还有科技问题上呢 这个部分呢 未来还会是以保护美国劳工 还有企业为主 那么同一时间呢 大陆方面的声明 杨洁篪是说这一次的沟通 他形容是坦率的 建设性的 还有有益的 但是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分歧 那么当然也不意外的 大陆方面是重申了他们捍卫主权 跟国家发展的立场 王毅则是说呢 中方是抱着诚意而来的 要美国尊重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 强调主权跟领土对大陆的重要 那么稍早之前 今天其实拜登也有简单的回应 对于昨天这个美中对话的这个场面 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是说 对于国卿布林肯捍卫美国的立场 他感到骄傲 那么昨天其实也是拜登政府第一次 跟所谓的大陆战狼外交正面交锋 主播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